各位GIN V的夥伴大家好 這個是我們做健保核塞的行動計畫 我是復健科的吳醫師 正方只講三件事情 第一個做這件事情的動機 方法還有我們要找什麼人 動機 這個核塞是全民看不見的風險 而目前沒有任何公開的數據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數據公開 而每位醫師都有他自己的數字 像是他自己被核塞的比例 跟他每個月的業績 我們要讓這個比例可以讓大家曉得 譬如說開盲廠的核塞跟申報的比例 那因為每位醫師只有他自己的 所以我們要聚殺塞塔 去做出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譬如說台灣地區 以地區來分布開盲廠或是做什麼處置 這個核塞跟申報的比例 讓民眾可以查詢 去了解自己去做這樣的處置 開盲廠的風險有多大 那想法是這樣 想法就是讓臨床人員 能匿名上傳自己的比例 那這個過程當中的確定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 我們要讓這個上傳的人 確定他們都是qualified的 都是真的是臨床人員 而方法就是讓他們是用意思字號去確認他們的身份 但當然對外不能說是誰上傳的 因為這個會有讓這個臨床人員被清算的危險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不能講 但是審查的機制我們可以公開透明 讓大家曉得我們是怎麼樣確定這些資料的正確性 那我們會需要什麼人呢 我們會需要三種人 第一個我們會需要媒體 我們會需要醫療人員 也會需要各位 也就是資料人 那大家負責的工作是什麼呢 第一我們要把這個平台架設起來 然後建立這個自動認證的機制 再來就是我們要讓 醫療人員響應去加入這個行動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利用這些 產生出來的結果去產生媒體效應 去推動健保去公開他的資料 讓這些事情公開透明 所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如果你是資料人 那我們要思考的就是 我們要怎麼去架設這個平台 然後呢我們要怎麼樣去設計 那個自動認證的機制 那如果你是臨床人員 你就要思考的是 那如果我要加入這個行動 這樣的認證機制 我會不會願意加入 能不能保護我的身份 然後能不能反映我自己的意見 那如果你是媒體人呢 就要思考的是 這樣的一個認證機制 是不是大家都會相信它呢 然後再來就是 這樣的一個產生出來的結果 不管它是一個 data 的圖 或者是說它是一個查詢的一個 介面 那這個東西能不能讓大眾 能夠知道我們的理念 然後能夠去維大教所使用 才會話題呢 怎麼樣在FD推播這些事情 這就是大家可以加入的部分 好 以上我們的行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Loesch?' 謝謝 來囉 谢谢大家